《红楼梦》在翻拍 刘亦菲、赵丽颖亮眼新角色亮相 郑小龙要翻拍《红楼梦》 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网络 对于经典的再度诠释 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和一场全民的期待 那些年我们一直在热议这本古典文学瑰宝 每当被提及时 总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想想也是 多少人第一次接触 《红楼梦》都会被他跌宕起伏的故事 和人物命运所深深吸引 如今 这部再度开启的翻拍计划 无疑给沉寂已久的大官员 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郑小龙 这位大家都不陌生的导演 名副其实是影视界的金字招牌 回忆起那一夜夜熬夜追的甄嬛船 剧中的种种情节 人物的复杂性格 都让人欲罢不能 根据不完全统计 甄嬛传在全球的观看次数 早已超过了百亿 可见其深远的影响力 这一次 郑导把目光投向了《红楼梦》 自然让人充满了期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刘亦菲 赵丽颖 蒋新三位重量级女星 即将连妹出演 这无疑成了娱乐圈的一大盛世 大家对刘亦菲的印象深入骨髓的神仙姐姐 她从先见其侠船到神雕侠旅 其古装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如果她饰演林黛玉 那种清冷孤傲的气质 似乎和角色本就契合 这也让网友们纷纷欢呼 期待她的到来 赵丽颖作为收视女王 每每出场总能创下收视奇迹 花千古语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瘦的成功 足以证明她的实力 若她来饰演薛宝钗 那种温婉端庄的形象 与她一直以来的角色塑造相复 令人充满期待 大家都在议论 赵丽颖这次能否再次刷新演艺生涯的新高峰 她的努力定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再看奖心 这位实力派演员从未让观众失望过 她在《甄嬛传》中饰演的华妃 及在《欢乐颂》中的樊胜美 均展示了她的精湛演技 这次她将挑战精明能干 又心机深沉的王熙凤 无疑是一大看点 大家都在猜测 她会如何塑造这个复杂的角色 这一次她定将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当然 关于这一阵容的适配性 众说纷纭 有人提出 演员们的年龄似乎有些不尽如人意 因为《红楼梦》中的角色实际年龄较小 均是十余岁的少年少女 是否能撑起这个大制作 也有人认为 优秀的演技才适应道理 只要能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年龄不是阻碍 这样的争议与探讨 本身就昭示了观众对这部经典作品的重视度 回顾历史 在87版《红楼梦》的经典朱玉在前 后来的翻拍多让人感到差强人意 这次郑小龙导演亲自操刀 大家难免产生期待 他能否打破经典翻拍的魔咒 成为新一代神作 剧业内人士透露 郑导不仅在演员阵容上费尽心力 对剧本和制作的要求 也力求达到极致 他希望通过这部剧重新带领观众认识《红楼梦》 感受其独特的文化底蕴 然而 翻拍经典历来是把双刃剑 稍有不慎便会遭到观众的强烈吐槽 之前 翻拍作品因剧情改动过大 演员不服原著等原因频频扑街 观众对翻拍剧的评分普遍不高 因此 这次的《红楼梦》 郑小龙导演能否带来惊喜 任重而道远 有乐观的网友认为 只要导演用心 演员们全力以赴 完全有可能超越前作 也有人谨慎认为 经典的深度和内涵远非意识 无论谁来指导 难以探及原著的精髓 对此 我们或许可以换一种期待的角度 与其高期望完全超越经典 不如期待一种全新的解读 时代在变 人们的审美和需求也在变 如果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同时 融入现代元素 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和思考维度 豪华的演员阵容固然吸引眼球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与角色高度契合 用心去演绎角色 让观众完全信服 刘亦菲的仙气 赵丽颖的灵动 蒋新的气场 都为角色赋予了不同的生命力 但最期待的 还是他们能否通过表演 征服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心 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观众的口味欲加挑剔 只有用心打磨的精品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的 粗质烂造的作品已无法满足大众需求 观众需要的是精致的画面 深刻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 这次郑小龙导演和三位主演 能否满足大家的期待 我们是否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与耐心呢 无论如何 这次的《红楼梦》翻拍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 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 更在于它能够在不同的时代 不断被重新解析和诠释 我们期待看到一个全新的《红楼梦》 一个在时代变迁中依旧焕发光彩的故事 对于这次翻拍和选角 大家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红楼梦》再度翻拍的消息一出 立即在影视圈内外掀起了热议 尤其是刘亦菲和赵丽颖两位当红女星的加盟 让这部经典之作更加引人关注 对于观众来说 刘亦菲和赵丽颖两位顶流明星的加盟 无疑为这次翻拍增添了更多期待 他们的独特气质与深厚演技令人好奇 他们将如何诠释经典中的灵魂角色 首先是刘亦菲 她曾因在古装剧中饰演清冷仙气的角色 而被称为神仙姐姐 她的美貌与气质在观众心中早已与古典韵味深深相容 作为演技扎实的实力派 刘亦菲的加入无疑会给角色带来一份独特的冷艳与温婉 仿佛天生就具备着与《红楼梦》中的角色不谋而合的气质 无论她最终出演林黛玉还是其他角色 观众都可以预见她的表现将会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 成为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另一边 赵丽颖的出现也让这次翻拍计划更为耀眼 作为一位实力和口碑兼具的演员 赵丽颖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从早期的甜美少女到后来的坚强女性角色 她的演技在岁月中打磨得愈发显熟 此次若能在《红楼梦》中担任关键角色 必然会以她独有的细腻和真挚带来一份全新的诠释 赵丽颖的外形娇俏柔美 加上那双富有灵气的眼睛 让人期待她是否会带给我们一个 饱含深情的妙裕或是别具一格的王熙凤 她的每一次演绎都能让观众为之动容 相信这次她也一定能赋予角色新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 观众之所以对两人的加盟满怀期待 除了她们的演技 还有她们在娱乐圈多年的耕耘 所积累的经验和情感 刘亦菲与赵丽颖 这两位风格迥异的演员 在荧幕上的碰撞将如何演绎出《红楼梦》中的曲折与深情 这无疑让所有人充满了想象 经典名著的每一次翻拍都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 而对于这两位在业内享有极高评价的演员而言 这既是一次挑战 也是向经典致敬的机会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之作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每一位角色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表达 这次若刘亦菲与赵丽颖加盟 观众不仅希望能重温原著的悲欢离合 也期待她们带来全新的角色灵魂 这样的全新演绎既是对经典的传承 也是对当代观众的独特呈现 对于所有期待这部剧的观众来说 如今最盼望的便是官方能早日确认刘亦菲与赵丽颖的加盟 并公布更多细节 无论她们最终扮演哪个角色 她们的出现都将成为这部剧的一道亮丽风景 相信在两位优秀演员的共同演绎下 新版《红楼梦》必将再次掀起冠剧热潮 为观众带来一场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视觉盛宴 赵丽颖东京电影节受冷遇 问答环节被打断 粉丝心疼 她值得更多尊重 在东京电影节上 赵丽颖华丽颅经验亮相 红毯之上光芒四射 然而 当镜头转向随后的问答环节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小插曲 却为她精心准备的时刻增添了几分波折 正当她准备分享心声之计 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意外打断 让她的发言未能如愿完整呈现 这一幕迅速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 部分网友将这视为一个微妙的信号 反映出国外市场对于那些在国内依靠密集营销 与炒作走红的艺人态度复杂 他们指出 外国观众对于这样的宣传手法似乎并不感冒 赵丽颖因此在海外并未收获预期中的热烈反响与支持 更有声音直指粉丝群体 批评其利用爱国情怀为偶像造势 认为这是一种轻率的 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边 赵丽颖的忠实粉丝们则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声 他们要求东京电影节给予赵丽颖一个正式且诚恳的回应 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冷遇表示不解与不满 粉丝们坚称 作为中国电影界不可或缺的议员 赵丽颖不仅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望 其多部佳作也早已赢得了国内外观众与业界的认可 他们纷纷呼吁主办方公开道歉 并期待在未来的活动中 赵丽颖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善待 与此同时 一股更为理智的声音也在网络上悄然蔓延 这部分网友认为 一次活动中的小插曲不应被过度解读 毕竟人生路上 谁都难免遭遇些曲不如意 他们呼吁大家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 赵丽颖的艺术贡献与个人魅力之上 鼓励大家以更加宽容于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这次事件 尽管风波不断 赵丽颖的演艺事业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 他的新作《乔延的心事》成功入围东京电影节 而另一部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也在电影节开幕 当天经验亮相 这无疑是对他专业实力的一种肯定 这一系列成就不仅证明了赵丽颖在影坛的稳固地位 也让人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他 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都将以更加坚韧的姿态 继续在光影世界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在近日的东京电影节上 赵丽颖的出色表现再度印证了他 在影视行业中不可撼动的实力 尽管外界对他总是有各种纷扰的议论 但这些并未对他的演艺事业造成太大影响 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在专业领域的奋斗精神和不屈态度 他的新作《乔延的心事》成功入围东京电影节 这不仅是一项重要成就 也代表了国际影视圈对他表演才华的认可 而他的另一部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 也在电影节开幕日首次亮相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连串的成功无疑展现了赵丽颖在电影领域中深厚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演员 赵丽颖以扎实的演技与敬业精神著称 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一个角色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都能见到他不懈努力的印记 从一位普通小花到如今的业界翘楚 他一步步攀登 以真诚和汗水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从本次电影节作品的接连亮相可以看出 他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圈子中 还在不断探索和突破自我 积极涉足电影领域 并逐步在这个新领域中站稳脚跟 尽管在问答环节中遇到了一些不快的小插曲 但我们应该更关注他在作品中的表现和贡献 每一位艺术家都在不断前行的路上尽力磨练 赵丽颖在电影节上的遇冷或尴尬离场 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一名演员的光芒 毕竟 电影节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文化差异在所难免 这一事件不过是影视圈的一段小插曲 重要的是 赵丽颖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专业的态度 不被外界干扰 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 这份对事业的专注是无可比拟的 可以说 赵丽颖的成功绝非偶然 他从未止步于眼前的成绩 而是始终在挑战自我 寻求更高层次的突破 此次入围东京电影节便是他多年努力和实力的证明 在国际舞台上 入围或获奖对每位演员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 而赵丽颖凭借自身的演技和作品入围 为国产电影赢得了宝贵的展示机会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 更是对中国影视作品的一次有力推广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不论赵丽颖将面对怎样的挑战和风雨 他都会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在光影世界中继续闪耀 不论是面对影视行业的激烈竞争 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净力波折 他都能以强大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 走出一条属于他的光辉之路 每一位优秀的演员都是在魔力中成长的 而赵丽颖的任性和执着让我们看到了他无限的可能性 赵丽颖的职业生涯 正如他的作品一般 是一段不畏风雨 不懈奋斗的旅程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也愿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